水滴石川 宋朝时有个名叫张乖崖的县官 一天他去钱库巡查 忽然看见一个管钱的小丽 慌慌张张地从钱库里面走了出来 他觉得有点可疑 便把那个小丽叫住盘问 原来那个小丽悄悄地从钱库里拿了一文钱 张怪牙认为这是犯法的行为 可没想到那个小丽却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只拿了一文钱算得了什么 按照法律 你顶多打我几十个板子 却不能杀我 这一下激怒了张怪牙 他立声说道 一天投一文钱 一千天就投一千文钱 时间长久了 绳子也能把木头锯断 水珠也能把石头滴穿 于是他判了这个小丽死罪 以上是水滴石穿这个成语的出处 后来人们引用水滴石穿这个成语来比喻 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将事情做成功 小朋友们 只要我们有水滴石穿的精神 即使力量微薄 也能做好看起来很难办的事情 fore tap有一 FUCK 调ды 来 咱好 咱 咱 как 咱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